1月15日张云雷空降天津德云社 对于张云雷的到来 让现场的观众非常的惊喜 欢呼声不断 不得不说还得是张云雷 一出场就给大家熟悉的感觉 同时张云雷也表示 8队如今已经开始各地轮换演出 如果明年有机会的话 将会空降小剧场 跟杨九郎说相声 从今年开始 好过明年以后 八队也是你的 跟各队一样 外地一起转 然后呢 各位多朋 多朋八队 谢谢 好大 然后要是赶上 比如说 我们队 比如说在南京也好 在外地也好 我要是赶上 比如说 我有别的工作 比如说离南京进 或者离南京 我也会去 然后呢 我跟九郎说相声的 好大 各位多朋 谢谢 看到这一幕 网友们纷纷表示期待 毕竟张云雷已经很久 没有说相声了 特别是跟杨九郎合体说相声 自从张云雷跨界当歌手之后 已经很少出现在相声舞台了 如今能够重新回到小剧场演出 不得不让大家期待 当然能有相声专场就更好了 除了这些队长到来 少不了的 要查作业 张云雷表示 让董九丽来一个 因为在此之前 董九丽去张云雷家里 表示要学花为美 如今张云雷要检查董九丽 有没有卖力气练习 时隔四年交作业看得出来 董九丽还是非常的紧张 一边唱 一边拿眼睛 飘着队长 看到董九丽的小眼神 粉丝们表示 作为队长的 张云雷威严 不见当年 下诗传 八幅群 年白者是云霞粥 剧都是今秋多暖愁 裙下边有个小红鞋楼 万帮是花 金子下锁口 五十四荣生 他又把鞋收 这才是窈窕 属于那君子 傲求 听完董九丽的演唱 不少网友表示 作业做得不错 当然比队长张云雷还差点 还需多加练习 最后张云雷 还为大家带来了 改编版的碳清水盒 还是那个味道 不得不说 当天买票的观众 真的是赚到了 小剧场的价格 听到了演唱会的效果 如今德云社小剧场 已经全部封销 期待明年德云社 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 张云雷能够多来小剧场 查查队员们的作业 感谢观看